另外我們就要來看看了 怎麼的超狂的關係人脈圖 剛才說嘛 他的帳戶為什麼無緣無故 會有這麼多錢 好 絕對是起人疑鬥 絕對要查個徹底 另外就是請問一下 他為什麼在事發後 他還要花個1700多萬元 去買藝術品 到底是自己買還是幫誰買 還是透過這個再洗錢 這個檢方也要查 另外我們就要來看 他們的關係圖了 好 他不是叫 這個段岩康叫老大嗎 他被叫老大也叫得很開心 聲稱跟這個林秉書不熟 但是你卻出席人家的告別式 甚至林秉書還有問他說 請問老大 你的這個名單 要排在比較前面 還是比較後面呢 好 他都還幫他問了 一個這麼詳細的問題 實在貼心 還幫他去關切周刊 好 這個也是 他們的關係不太單純 好 另外我們就要來看到了 李伯璋到底是他的誰 他是不是也是幫忙 喬世勤來這個做事的呢 找傭兵找的是誰 就是李伯璋了 號稱他就是白手套 那麼客戶是誰 客戶偶爾要下單嘛 你的這個單 可能訂單量還很大 有的時候呢 都是要以這個訂單量來計費 以PO文來計費的 那麼網軍頭 我們現在就可以看到了 就可能是李伯璋了 他不是號稱台獨機關槍嗎 那他的這個 Crazy Winning的帳號 也是出現在PET 儘管他呢有幫李伯恩這個這個 林秉書洗白 但是我們後來也知道 他不是否認到底嗎 可是現在也有人說這邏輯 根本都不對啊 因為你不會無緣無故 借帳號給別人 另外互動很熱烈的就是跟詹洪志了 詹洪志在這個禮拜天也請辭 可是我們也知道啊 詹洪志的這個身份 除了是PC Home的董事長之外 還是總統府的國策顧問 那這樣總統是不是要負責呢 總統是不是要說清楚 來講個明白呢 另外他也自稱自己 不是國安單位的人員嗎 是國安的外圍人員跟幕僚 那麼你會經手哪些事情 是不是總統也應該要說清楚 講明白呢 好 我們就要來看到 藍營現在怎麼說 藍營說林秉書現在 除了是一個這個家暴犯 會殴打女性之外 會偷拍女性跟拍影片之外 他還是一個綠營的人脈王 好 因為他的這個 母親的喪禮告別式 我們可以看到 都是政商名流 就連政界的人 也是非常的嘩然 自嘆不如 還有呢 也有人說他是網軍的頭頭 他進了看守所 外面還有他的網軍小弟 來幫他洗白 好 來幫林秉書洗白 他不是頭頭 他是什麼呢 另外還有更多的案外案 比如說這個豆腐頭去哪裡了 裡頭到底是藏了 什麼樣的資料 到底哪些政商名流 跟他有接洽過 還有他幫誰敲過事情 喬了什麼事情 除了只是單純的喬疫苗 跟這個喬學校嗎 絕對不止如此 現在周刊爆料後 檢方也得查 好 也有人說 他也是一個很勵志的故事 2015年呢 賬戶還沒有很多錢 現在呢 居然是可以月花三四十萬 來這個吃飯交際 存款已經超過 兩千三百多萬了 也是一個這個窮小子 出頭天的故事 好 但是我們想問的是 神秘金流從哪來 到底是誰給他這麼多錢 許曉昕現在就是要按鈴提告 疑似有這個洗錢等等的罪嫌 還有我們現在想知道的是 綠營現在全部他們在檯面上 好像只有在忙著要切割 那麼私下有沒有可能是在找網軍 幫忙護航 真怕這把火燒向自己 不是嗎 還有在綠營的地位 林秉書是不是非常不凡 不然為什麼就連段儀康 都要幫忙找媒體 不然為什麼就連詹洪志 一開始聲稱不認識他不熟 只說他是一個很焦虑的年輕人 也要來幫他找媒體 他到底是不是地位非常的崇高 我們也必須要知道 還有段儀康為何要出手 我們也必須要了解 還有我們就要來看到了 陳廷菲就有時候被點名的人 應該要一次說清楚 講明白這些新潮流的人 什麼時候才肯面對鏡頭 來講出內幕呢 好 現在詹洪志就被指控 幫林秉書施壓媒體隨即請辭 但許巧心就特別說 2019年詹洪志曾經因為 中華郵政物流園區的標案 痛批蔡政府內有蟑螂 跟新潮流反目成仇 但這回詹洪志又跳出來 幫新潮流 這背後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當時PC號這個詹洪志 他跳出來講說 政府裡面有蟑螂 他說他當時PC號標了一個物流的園區 已經標到就是他的 但是政府卻有派人出來跟他喬說 不行不行 要分給別人 分別是哪兩個別人 一個是神腦 神腦的董事長是誰 新潮流的賴靖林 賴平云老伯 另外一個賴平云的老伯 另外一個是蝦皮 因為民進黨他都把蝦皮視為中資 我們就把他當陪榜的 所以當時懷疑的 就是說所謂政府官說要求張宏 只要分一杯羹是給神腦 我們的懷疑是有合理的依據的 好 那這個時候 這件事到底是誰在搞鬼 根據檢察官的調查 我的不起訴訟書裡面寫得清清楚楚 林佳龍他政國會的 在開會的時候 會議當中王國財 王國財什麼派系 新潮流的 就是說這個東西應該要多元分配 不能只給一家 然後就找了兩個立法委員 分別是鄭保清跟林俊憲 他們兩個是什麼派系 鄭保清是殷系 林俊憲是新系 都是清新系的 開了一個協調會 開了一個協調會之後 就有張宏志跳出來說 為什麼政府裡面有蟑螂 我明明就標到 為什麼可以這樣子去背信的事情 所以張宏志照理來說 他跟新潮流是很不合的 這件事是新潮流在搞鬼 神腦是新潮流在掌握 賴靖武 當時新潮流想要搶這個東西 對不對 硬喬出來給他們的 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搞定了 張宏志最後拿到園區了 新潮流退了 所以我現在懷疑的就是說 中間過程到底發生了什麼 你再回頭去看 當張宏志對於一個林秉書 竟然奉上他的餅 公子吃餅奉上他的餅 那是他們兩個的對話 張宏志並不是他的老大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們兩個的關係 最起碼是平起平坐 我們的趨勢專家 商業的百億巨子 把這一個臭俗辣 真的是臭俗辣 把這個人 臭俗辣 對 把他當成 好像是某個上市公司的董事長 一樣尊貴的去對待 而且那一個帳號 就是楊明有講 是張宏志的太太 王妻的帳號 能夠用那個帳號 跟張宏志聊天的人 據我所知非常非常少 所以張宏志是把他當成 很重要的夥伴 可是我剛剛講了 張宏志照理來說 跟新潮流要有仇 對 應該是 對 當時你要搶我的東西吃 因為那是這幾年 PCHOM遇到最大的一個挑戰之一 他公開出來嗆聲政府 這需要勇氣 尤其民進黨這麼 這個才大勢大 嗆聲要勇氣 可是為什麼突然又變得這麼好了 當時賬給他了嘛 所以這個故事 大家可以去想想看 但是他們也是